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已经得计了 所以你是来杀我的 你这样的人太可怕了 必须死在我的手里 不值得 可是 你与花错不过是义气之争 就记恨他到现在 你没有宽宏的胸怀 如何汇出纵横的剑术 你太小家子气了 难怪不堪造就 你说什么 他已经把仇恨记在我身上 再拖一时半刻 你就可以得救了 荣旨 想让花错对你低头 你找错人了 你应该找我才对 因为花错 是因为我才到公主府的 你也没有了 把仇恨记得 你没了 你没了 你还没了 主人 除了我自己 没人杀得了我 容许 小夕 小夕 要不你还是回去等消息吧 不可能 我一定要找到公主 走啦 我跳下来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你待会儿就能得救 跳下来做什么 我刚才忽然想到 你这么狡猾的家伙 怎么可能傻乎乎跳下去啊 一定有诈 我是因为相信你 才会义无反顾的 你还好吗 我刚刚用银针逼出潜力 现在用尽了力气 我想休息活 其实 我为什么跳下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是真的想相信你 容旨 你也千万不要骗我 粉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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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还问我怎么了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一整日都混不守舍的 是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 公主难得不在 咱们也能轻松轻松 等一下我去送花瓣 咱们就坐在这儿聊会儿天 好啊 我去送花瓣 咱们就坐在这儿聊天 咱们坐在那里 等我好 我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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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择 你选择 我去选择 我去选择 我要选择 我去选择 我去选择 粉黛 我知道你一心为了朱雀 可是他分明已经起了一心 这样的人 值得你为他求情吗 阁主 粉黛相信朱雀 愿以性命担保 求阁主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难得你那么尽心竭力 我就再给你三天的时间 如果到时候再玩不成的 没有如果 粉黛向您保证 三日之后 一定杀了刘子叶 粉黛 粉黛 你呀 才刚说了你两句就又走神 你看 还把茶叶弄得乱七八糟的 是想挨骂呀 要不你先回去歇息吧 这里交给我就好了 前面的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准备一下 皇上要御驾亲临了 都愣着干什么呢 接驾呀 公主不在 皇上怎么来了 粉黛 怎么办呀 哎 公主呢 公主呢 怎么还没回来 陛下 您再等等 公主这就回来 干什么 跳啊 快 快 快点进去 快 还不赶紧送进去 皇上在等着呢 陛下 喝杯酒 消消气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谁让你流血的 换一批人来 来人呢 是 把他们都拖出去 陛下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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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去换一批人 快 试试 怎么办啊 公主还没有回来 真是要命 要命啊 有管事 让我试试吧 你想干什么 要想让皇上息怒 就照我说的去走 有些酸了 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 按一按就好了 我这点酸痛不算什么 你的腿很痛吧 没事 你能不能别这样笑 明明很痛 为什么还要伪装 从小父亲不喜欢我 每次打我的时候 我都会笑 这样他能想起他的王妻 所以每次都能打轻一点 后来 虽然不再挨打了 但这个毛病始终没有改过来 容直 对不起 本以为是伪装 没想到是你的习惯 对不起我让你想起以前难过的事了 公主当真了 我说笑的 当时一定很痛吧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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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竟然能传这么远 还有回声啊 陛下 光脚美人哪 没见过 光脚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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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 我抓住了一只百灵鸟 跟阿子说 我先回去了 又蓝 怎么了 粉黛去哪儿了 你先下去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那位叫粉黛的侍女 他怎么了 他今天给皇上献舞 皇上很满意 刘子爷把他带回宫了 谷主您来了 皇上等您一早上了 我要见他 您马上同胞 你笑什么 我的公主啊 现在可使不得 您凭时跟皇上关系好 可是现在 您是不能进去 公主 快快快 快扶我起来 快去通知宗月将军 快去啊 你会儿 好好好 我 已经俩成了 我不会儿 一定 你是 我劝你还是别进去了 非礼物事 到底是先帝的异媚 姚圣姨变成了谢鬼品 真是恬不知耻 按你的说法 我应该血剑当场 以权明节 还是哭哭啼啼的 才叫知耻 弟弟强纳人妻 姐姐要看活春宫 你们两个都不汗颜 我有什么好羞耻的 天大的笑话 我没空跟你废话 表楚月 你们姐弟俩 一个赛一个的淫荡无耻 迟早会遭报应 好啊 那我就站着等报应过来 刘子叶 粉丹你不能动 马上把人交出来听见没有 刘子叶你听见没有 刘子叶 公主 你还是先回去吧 皇上会不高兴的 粉丹你不能动 你听见没有 你放开我 刘子叶 就拼雅兴了 刘子叶你听见没有 刘子叶你听见没有 我再不能动 刘子叶 她是疯了不成 为了一个侍女 在这儿大吵大闹 公主要进 奴也拦不住啊 是不是 等等 我何家的人呢 何家人啊 已经死绝了 您啊 您啊 还是好好地服侍皇上吧 我儿子还活着吗 儿子 皇上的贵嫔 哪有儿子呀 奴告退了 让我却捉着 了 我儿子 你敢杀我 公主 我知道你身受皇上宠心 但是有一件事我还要提醒你 请你牢牢记住 他是皇上 侯主 公主回来了 你说什么 属下一直盯着公主府 亲眼瞧间还原 岳统领把人安全护送回府 那贱人诚日与男人私婚 让我烟灭无光 本想以此永绝后患 没想到那该死的贺绝 竟然把他放了回来 驸马 现在该怎么办 你叫人去准备些药材 我要给公主押精 是 什么 公主吩咐 今日谁都不见 我是公主的丈夫 连我都不见吗 驸马 公主今日心绪欠佳 奴劝你还是早些回去吧 等改日公主心情好了 自会宣照 好 好 那还请又兰收下这份礼物 另外 向公主传达我的心意 没有公主的吩咐 奴不敢擅传 恭送驸马 是沐雪原的风向 这个贱人 要来了 来吧 来吧 亏你还知道痛啊 赫绝的武功奇高 你的身体还没有康复 居然敢与她对抗 你是疯了不成 难不成要我看公主死啊 公主的死活到底与你何干啊 你别忘了当初是因为谁 你才会 容郎君 公主来了 公主 你来了 我先走了 公主 容址与你不一样 她没有九条命 以后拜托你 少连累她 公主 花错的性子就是这样 你不用在意 伤好些了吗 已经好多了 公主不用担心 倒是公主你 担惊说怕了一天 为何不早点休息啊 这是皇上给我送来治伤的药 能够促进伤口愈合的 谢公主 公主来了也好 今日我本有话要对你说 偏巧遇到了刺客 差点忘记了正事 什么事 容只有事相求 请公主准许 你说吧 公主还记不记得那个叫粉黛的女郎 就是看起来身材非常鲜弱的那个女子 当然记得 她怎么了 莫香喜欢那位姑娘 却不敢表现分毫 我想替她求个情 可否将粉黛许给她 莫香 粉黛 我怎么没有发觉她们俩 少年之目烧爱 这只是莫香一个人的心思 粉黛还并不知道 或许 她知道也不敢多言 可是容止 粉黛入宫了 什么 对不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都是因为我粉黛才会入宫的 都是我的错 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我 你好好休息吧 我该走了 公主 莫香 出来吧 当军 为什么不阻止 阻止什么 你明明知道刘子叶是什么人 为何不阻止你心爱的女人入宫 郎君 你明知道粉黛入宫 公主闯宫无果 你却故意提起此事刺激公主 你在逼公主认清刘子叶的真面目 破她放弃徒劳无功的教导 我又何尝不是呢 郎君 我不会忘记我自己的亲人如何死于非命 我绝对不会 给我杀 不要 不要 杀 杀 杀 阿姆 将军 沈太尾有令 无视以下孩童免死 够了 郎君 我眼睁睁看着父母被宗月所杀 自己虽逃过一死 却不断被人贩卖 像条狗一样被人用鞭子训练着 学习如何向权贵贤魅 我向自己发誓 总有一日 要毁掉那毫无人道的流失江山 可今日 却要眼睁睁看着坟黛入宫 我 莫乡 你心里的痛苦比谁都要深 我不该提及此事 我错了吗 郎君 是不是我错了 你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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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做噩梦 这儿 什么也没发生 公主 你好好地睡一觉 明天 一切都会好的 公主 请马上入宫 你怎么办 法师 你怎么了 阿子 那两个人想杀我 要不是林木齐时赶到 我就被他们俩活活累死了 说 是谁指使你谋杀陛下的 没有人指使我 是我自己要杀他 你是公主贴身婢女 若说没人指使你 谁会相信 纵远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 我会想刺杀自己的亲弟弟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要问你自己 他 他不过是个 被我利用的废人 刘子叶 荒淫无耻 昏庸无道 天下百姓 人人得而诛之 我接近山鹰公主 不过是想利用她 杀了这个混君 法师啊 这剑臂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不如你交给我回去慢慢审问 交给你 公主殿下这是急着要毁灭证据吗 你放肆 陛下还在这儿 有你愁好的份儿吗 公主殿下如若不心虚 又何必急言吏色 这婢女出身公主府 此事 必与你有关联 你拿出证据来啊 竟然敢质疑陛下的亲阿子 我看你是功高震主 完全忘了身份 陛下 臣对你一片赤诚 全心全意 所以都打怀疑了公主殿下 请陛下明镜 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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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宗月 她是娃子 她不害我的 贱人 不说是吧 好 我打到你说 来人 你这个混君 我若是说了 请不白白牺牲了 我才没有那么傻呢 就算你打死我 我也不会说出半个字 给我打 我会吧 会吧 你 住手 你这贱病 竟敢刺杀法师 你在挑拨我们子弟关系吗 说 谁是你的背后主使 混君 你杀了我吧 你说呀 出去 我帮你擦擦岸 我帮你擦擦岸 退下 陛下 犯人已经死了 死了 这个奸人呀 骨头真软 真是可惜了 阿四 你知道吗 我就想听他惨叫 我才没把他嘴给堵上的 没想到 还给了他自杀的机会啊 陛下 他究竟是畏罪自杀 还是为了掩护某个人 都还不一定 行了 宗月 我是不会怀疑阿子的 你不要惹我生气了啊 是 阿子 陛下 我闻不了血腥味 头有点痛 那阿子快回去休息 幻月 快准备一下 是 不闭了 我现在回府 改日再来看你 不 阿子 都怪你 你惹阿子不高兴 你 你 你 是 大人 公主 怎么了 公主 是我害死了她 什么 她是为了弥补我的过失 才入宫的 都是因为我她才会死 她知道 知道我不敢动手 她才自尽了断的 她知道我会害怕 她怕她怕我会暴露身份 不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是我太傻了 我还想改变她 她就是杀人如马 贴生残酷毫无人性 但至少她总是对你网开一面 那又如何 她可以杀死无辜的孩子 杀死自己的大臣 杀死自己的亲叔叔 到最后 她连我的人都不放过 她杀过了所有的人 她连我一个人有何用啊 我尽心为她抄磨 我已经知道极限了 公主 隔墙有耳 小声一点 现在你应该知道 天忆是不可为的 收手吧 是我犯的错 我一定会让一切都回到冤天 公主 你要干什么 公主 公主 陛下 阿四怎么就生气了呢 属下不知 上回我要那个贱人 阿四就不给我 我这才偷偷去把她弄回来 阿四来找 我又故意没给她 她就生气了 我就是不想阿四在乎别人多过我嘛 陛下的心思 公主可能猜不到 算了 反正人也已经死了 欢迎二 去挑十个最好看的侍女 给阿四送过去 替我送过去 是 陛下 陛下 莫香 粉黛死了 你可后悔 刘氏荒淫无道 杀人如马 你父母不是第一个 粉黛也不是最后一个 郎君 我要报仇 要杀刘子叶 先杀沈青芝 毁掉刘宋姬时 王朝自会土崩瓦解 那我要怎么做 莫香 我记得当初把你留在公主府的 是湘东王刘豫吧 他只是把我当作一个丸物送给公主 我何尝想过一颗棋子的死活 是时候该与你的舅主相见了 你谁啊 来人哪 不必再叫了 一刻之内 不会有守卫来这儿的 你竟然能够收买了我 在宫中守卫 到底是什么人 湘东王 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 你是 我原名墨湘 被迈入王府以后 你亲自改名为墨湘 随后 帮我造了个户籍 让我跟随山英公主 竟然真的是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是我的舅主 现在有危难之险 我怎能无动于衷呢 放心吧 今天这位他送来的饭食里边 加了点佐料 他会睡到明天天亮的 我 两年前我把你送人 原本就是做个顺水人情 真没想到 当初我送出去的那么多人 你是我最不期待的那个 可没成想 今天 你竟然成为 唯一一个 能够出现在这里的人 说明你实力不容小觑呀 说吧 你有什么目的 王爷 当初的童谣历历在目 你这个湘东王 是皇上最大的眼中钉 在危难之际 你故意唆使一阳王流场逃跑 转移皇上的注意力 本以为那个流场一死 你就平安了 没想到对方逃之夭夭 你又陷入绝境了 看看这可怕的竹笼啊 刘子叶马上就会对你下手的 皇上他不会的 还有很多王公大者 在为我奔波 沈庆之已经是第三次上奏章 要杀你了 你说什么 这个老匹子 我此时前来传讯 是想让湘东王相信 你 如若你愿意倚中我吗 我不但会保住你的性命地位 还可以让你变得至高无上 当年你就是一个小人物 现在竟然口出狂言 好 你倒是说说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现在有一身本事 如今要凭这些本事来换取点东西 好 非常好 倘若你能保本王平安遵守 踏实 您就是当朝第一人 多谢湘东王 不 主人 那你倒是说说 什么时候把我救出去 这里是皇宫处处守卫森严 我一人来去以实属不易 又怎么能带湘东王离开呢 既然如此 你还有其他方法吗 帮你杀掉沈庆之 去除这个心头大患如何 此话当真 我还会为您买通皇上禁位 伺机杀掉刘子义 在此之前 请湘东王将这衣衫穿在衣内 可保平安 怎么还有一家 这不还有一位贵人吗 我总不好厚此薄彼吧 我该走了 便宜你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我要见阁主 一个叛徒 有什么资格见阁主 我有重要的事要对阁主说 你以为现在还有机会吗 拦着他 阁主 阁主 你说阁主却是最聪明的门人 只有我能接近刘子义 只有我才能达到目的 阁主你帮帮我们阁主 你也不再是天际阁门人 阁主留你一命 你是看在已经牺牲的粉袋面子上 滚 阁主 我不走阁主 好 既然你不走 我好 人生若能长相见 如何才能看不厌 去年只鱼头一片天 却是不同的脸 好想再见你一面 促进我所有的依恋 在空中换一个圈 祈祷着爱能永恒不变 好想贴着你的脸 贪婪你的每个 一瞬间 别问透了多少年 回首都是我的 泪眼 你发现感到家 贪婪的成果 有没有爱 下山 有没有爱 女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